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老师的照片也有一种安心感 老师总是让人觉得永远都这么优雅 然后这么的让人觉得桑你阳光 老师你现在应该是不在台北对不对 在家里对不对 正确 现在是待在家 一样跟大家在居家办公 你应该也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外出了 对 我好乖 都待在家 那你怎么办呢 吃东西你不用买吗 之前有囤货了 是说陆续的 因为自己就是知道 就是平常比较没有常常固定的去采买 所以都会准备一些 但是我知道哦 我知道老师一定跟我一样 老师一定都不囤什么泡面罐头之类的东西 对不对 比较少 但是其实泡面跟罐头我也吃耶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品质好的 还是可以推荐的 我跟你讲泡面我真的都不吃耶 我家里真的一包泡面都没有 我家会有干拌面 比如说那种官邀面的干拌面 这种我会有 因为这种连孩子们自己都可以煮来吃 很方便 但是我还真的没 我家里一个罐头都没有耶 然后一包泡面都没有耶 好健康 其实像刚才讲到的泡面 我可能有一点误会了 其实我指的不是一般的那种 就是一般的泡面这样放进去 其实现在有一种就是冷冻的记熟面 那这种面我就会放很多 它其实已经是熟的 对我知道 它那个烫一两分钟就可以吃的 我家也有那个超好吃的 然后你就弄一个汤就可以放下去了 它是干面啊 我们在家稍微煮一下下就可以吃 这种好方便 对那个半熟面真的超好用 但是它一样就是比较麻烦的是 它要占你冷冻库的位置 对不对 因为它要冷冻 我发现我们家东西应该都蛮像的 好太好了 今天呢 我们的向学文夏老师呢 就要来告诉我们说 自煮下厨的机会 真的是不是变多而已 是在家里面几乎每天都要登场 当然有很多的朋友 可能还是叫外送 不过我最近观察到外送有几个 可能大家必须要知道的 就是第一个当然我还是之前讲 就是我不叫外送的原因 是因为我第一个就是我可以煮啦 当然比较累 但是当然还是觉得比较安全 因为我不是很清楚知道 在帮我料理这一道食物的人 他当下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因为我们看不到 他是不是真的有很认真的把防疫做好 他的口罩是不是戴好戴满 他有没有把口罩拉到下巴 来透气等等 我啦我自己是会有这样担忧 我可能担忧多一点 那另一方面是要提醒大家 是听说最近因为外送的订单都很满 在中午时间我有朋友说 他打开他的外送平台 他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吃 因为很多都要等上可能一个半小时 或两个小时 或是有一些就是都报单塞单 时间上也会等比较久 所以这可能是目前我看到的一个 有关于外送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都在家里面自煮煞厨 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方法 因为太累了 很多妈妈都讲说 每天早上起床张开眼睛 就开始想见要吃什么 然后早上忙一忙 忙一忙之后就开始备料 一早就先煮早餐 然后再来可能忙没多久 又开始要备料煮中餐 洗完碗之后没多久 又开始要备料煮晚餐洗碗 然后像我每天晚上在洗碗的同时 我就开始脑中又浮现 站在那边洗碗的时候 想说那我明天要煮什么 就是会一直这样子的循环 可能就是说会变得说 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 就是在家里面要怎么样的 掌握一些下厨的 或是食材的运用 可以比较轻松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 怎么样可以吃的比较健康 所以老师也特别想要跟我们分享 在这一段时间要如何提升免疫力 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正确 其实彭文刚刚讲的 我真的是非常有同感 因为妈妈真的好辛苦 我常真的想到我们小时候 妈妈也是就是 真的是从早煮到晚都不停的 然后脑袋一直在想要给孩子做什么 那现在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些真的是能够提升我们体质 跟强化我们免疫力的有一些营养成分 在这里真的是需要大家能够把这些饮食都准备好 就是照顾到全家人 那其实现在我觉得最困扰我们现在的父母的 是因为小孩子都在家 然后妈妈如果煮饭的话 小孩子就会被晾在旁边了 所以我想的是一些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的 在这里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就是说 其实能够强化免疫力的第一名的 其实就是要有好的蛋白质 对 因为好的蛋白质它构成我们的免疫细胞 它是主要成分 所以我们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的 会是蛋白质的部分 那除了蛋白质之外呢 我还希望能够推荐大家就是说 好油的部分 对很重要好的油 因为我有在脸书上看童文煮的饭 还有你煮的菜 我觉得你真的很注意那个好油的摄取 像你会煎鱼啊 然后用好油 我觉得这些真的非常的重要 就是而且我觉得说真的 很多以前就是没有机会通在家里面吃 我觉得我每次都在想说 我们不妨把这段时间当做一个新的习惯的养成嘛 我前两天一直在跟大家聊说 一个新的习惯的养成 专家不是都说要21天吗 我们现在就真的有21天以上的时间 要全家人比较长时间的聚在一起 我觉得可以培养 比如说孩子自我管理的 还有时间安排的一个新习惯 我觉得同时说不定也可以来 重新的调整全家人饮食的习惯 因为这段时间需要提升免疫力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吃一些好的东西 好的油 说不定这下来 大家身体状况都变得更好 而且也养成了一个好习惯 是不是很棒 所以我觉得就是凡事 危机就是转机 我又要继续的来发挥我们正面的力量 正能量大爆棚 危机就是转机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就请向学文老师 来针对这几个不同的面向跟大家聊 比如说第一个优质蛋白质 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摄取 然后跟小朋友怎么一起来合作 另外还有好油 还有好的香料 老师很喜欢用香料 香料也是可以提升免疫力的好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继续跟老师聊天哦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同爱自己 如何居家做好提升免疫力的饮食 而且重点是不要太累 还可以增加孩子跟全家人的免疫力跟亲子关系 在我们线上的就是有机美人生活家 上学文 向老师 老师早安 老师好 大家早安 老师先跟我们聊聊优质蛋白质好吗 好的 其实呢 我这阵子我真的发现就是蛋白质的摄取 对于我们的这个防疫力是真的能够自体免疫 也是能够提升的 因为主要就是说蛋白质 它是构成我们细胞 特别是这个白血球跟抗体的主要成分 那如果说我们平常蛋白质的摄取如果不够 或者是蛋白质的品质不够好的话 那就会增加我们感染 不管是细菌或者是病毒的风险 所以像很多的营养师甚至是医师 他们都会建议我们一天大概都要吃5到8份的蛋白质 就差不多是手掌大的 差不多一个半左右手掌大小跟厚度 你是说5到8份加起来是一个半的手掌的大小跟厚度吗 还是一份是这样 5到8份的量大概是这么多 我记得那如果我们以一颗鸡蛋来说 一颗鸡蛋大概有占到一份的蛋白质的量吗 差不多有一个差不多有对 有那所以就是 因为我现在在想那个荷包蛋的样子 可是你看就有差啊 如果你是水煮蛋它就会长得比较小一点啊 那个荷包蛋它就会散开来啊 炒蛋就更大 其实我觉得一天吃一到两颗的蛋 就是说鸡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还好 因为其实通常我们的蛋白质来源 当然它可以分动物跟植物性的两种 对 那动物的蛋白质我们其实很了解的 一般就是说有牛奶啊 鸡蛋或者肉类跟海鲜类 那这个植物的话就会是豆类 或者是很好的这些豆制品 那我觉得呢 其实比较容易取得的新鲜的可能就是牛奶跟鸡蛋 所以我也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孩子们通通都在家 那我希望能够推荐一个是让妈妈很轻松做 然后爸爸也轻松做的 然后让孩子重要的是他可以参与 他又爱吃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比较重要 好那老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道优质蛋白质 又很轻松又可以跟孩子一起做的食谱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就是牛奶鸡蛋布丁 哦而且是自己做的 很清凉很舒服 而且自己做的就不像外面买的那么甜 对不对 是因为其实为什么会做这个呢 因为其实在家里的不只是孩子 那这个孩子也有分小学国中高中甚至大学的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长辈 那我知道现在同文家就有奶奶在带瓜瓜嘛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长辈这个牛奶鸡蛋布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蛋白质的来源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那我现在我就先以两个鸡蛋 就是说大概是三个人份的这个三到四个人份来说 我们可以准备两个鸡蛋 然后呢就两百四十cc的鲜乳 我们这边尽量都是用这个纯天然的这个全脂的 全脂的鲜乳 那大概呢就是一个蛋你就是一百二十cc 对大家可以自己去调配 对如果你三颗蛋的话就三百六了 了解 那我们的二砂糖呢就可以用三十克 三十克的二砂 对然后三十克的黑糖 三十克的黑糖 对那这里的三十克二砂跟三十克的黑糖呢 其实我们可以自己斟酌 因为有一些人他不喜欢这么甜 我们还可以稍微减少 其实真的非常简单 我会建议就是说带着孩子一起做 然后他会看到他的 他想要吃的零嘴或者是他的早餐 居然可以这么简单 然后他自己可以跟着妈妈一起做 我觉得这也是增加亲子的互动 而且呢也可以帮妈妈分忧解牢 不然的话妈妈真的是每天要想很多 那这个很适合当早餐 那他做起来会很难吗 非常简单 我们首先就把我们准备好的鸡蛋打散 用打蛋器 把它打打打 然后打散之后呢 我们准备 就是在这个碗里的鸡蛋打散之后 我们可以先放在旁边 那在炉子上呢 我们就准备一个锅子 把我们刚刚量好的这个240cc的鲜奶 倒在小锅里 牛奶锅里 然后把二砂也放进去 然后用小火慢慢的加热融化 就是说我们的牛奶里就已经放了二砂糖了 对 这边的二砂糖呢 妈妈可以先 譬如说试这个味道 不想给孩子吃的太甜 或自己的胃口希望淡一点 你就可以先食客 然后调一调 试试看味道 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全部加 然后把这个煮好的这个糖牛奶 慢慢我们旁边不是已经有一碗打散的蛋花了吗 那我们这边煮的牛奶呢 我们就大概煮到50到65度 就是等于只有锅子的牛奶锅周边有放有出现这个小泡泡 就可以了 并不用太烫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小的锅子拿起来 慢慢的 这个动作一定要慢 就是把这个热牛奶慢慢的加到我们的蛋花里 因为这个热的牛奶呢 一定要慢慢加 不然的话你就变蛋花糖了 对啊 我好担心这样加下去 它就变蛋花糖 因为我之前好像做过类似的事情 下去真的变蛋花 对 第一个是慢慢加 第二个是我们的牛奶的温度并没有太高 50到65 等于说是稍微温了一点 你这样慢慢加 然后一边加牛奶 然后一边继续搅拌 那这个加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要准备一个滤网 通常家里都会有过滤的 这个可以塞的滤网 然后我们就要过滤 我们刚刚这个已经加了牛奶的蛋液 这个其实就已经是不定义了 我们要过滤 过滤什么呢 就是里面我们在鸡蛋的时候 它里面可能会有蛋黄上的细带 或者是有的蛋白还没有真的融得很好 会有块状 我们就要把它过滤掉 所以整个出来就是只有非常好的这个布丁液 没有任何的其他未融的这个小固体 那这个我们就把它先在旁边静置 然后另外呢 我们一样就是用另外一个小锅子 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喜欢吃的是这种下面有焦糖的这种布丁 所以呢这个焦糖我们也不要用色素 我们就直接用黑糖 黑糖我们刚刚也先准备了30克的黑糖 然后黑糖就加水 然后在小锅里煮 这个水也是不用加多 就是先一点点 然后把它煮成有点像是焦糖跟糖浆的感觉 浓稠度 好煮好之后呢 我们通常我自己的话 我是准备那种透明的玻璃的布丁杯 我就会先把黑糖 已经煮好的这个黑糖焦糖液 那我就先放到布丁杯里了 所以它会在底下 那底下之后呢 我就把我们刚刚已经过滤好的布丁液 再倒上去 所以是不是就是下面有一层深色的焦糖液了 然后上面呢就是布丁了 那这样子呢 基本上就已经快要成功了 而且这里面都是熟的哦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有电锅就用电锅 如果家里有蒸的这种笼或者是锅 蒸锅都可以 我们就最简单的话就是用电锅 我们就把布丁杯一个一个的放到我们的电锅里 那这个外锅的部分就是一杯水 一杯水的话大概就是蒸15分钟 哦 好 然后呢我们把锅盖盖上的时候要记得 要在电锅的锅盖跟锅子中间放一个筷子 对对对 水蒸气会出去 那布丁呢就会很漂亮 嗯跟蒸蛋一样对不对 对而且你知道吗 好细滑 而且好好吃哦 所以它这样子一杯水跳起来就可以了吗 是的 那通常呢因为我们现在天气热 小朋友他都会想要吃一点凉凉的滑滑顺顺的 对 像这样子的 那妈妈刚刚蒸好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先拿出来 放在旁边先让它降温 嗯 那如果小朋友还是希望吃凉一点就可能只是进冰箱稍微放一下 嗯 不然的话其实吃室温的就已经很好吃了 哇 啊这个牛奶鸡蛋布丁 而且自己做的听起来这些东西都是蛮好的 然后像那个糖的部分大家可以自己斟酌嘛 看自己喜欢的甜度来决定对不对 是 而且我是觉得因为像这个 不管牙口好的 大人小孩 牙口比较不好的大人小孩 全部通通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 它里面同时有牛奶 也同时有鸡蛋 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最好的蛋白质的补充 嗯 很推荐给大家 特别是妈妈你做一次两次以后 你就可以教小孩子 请他帮你做其他的 譬如过滤这个布丁液啊 然后放在布丁这个里面啊 这些小动作 他们就可以跟着帮妈妈分忧解劳了 嗯 像我家我儿子啊 他最近也都在打他自己喝的果汁 好棒哦 我现在都会买酪梨 那我们家都是 布丁都有定鲜奶嘛 那所以然后我也是给小孩喝的 一定喝全纸嘛 大人都会觉得说 哎不要喝全纸 喝低纸 那小孩一定是给他喝全纸 所以啊 我那个像酪梨牛奶也是非常非常简单啊 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家酪梨牛奶 就是鲜奶一样 大概就是250cc 然后酪梨呢 四分之一颗 一般就是那个美国酪梨啦 台湾的酪梨 现在好像已经过产季了 台湾酪梨比较大颗 然后很多种 那那个美国酪梨我就是一颗 大概一次加四分之一颗的酪梨 进去之后加一点点蜂蜜 因为酪梨本身没有没有甜味 对加一点点蜂蜜 以前喔 以前我还会可能给他加个半颗布丁 让他的口感滑顺 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嗯 这个外面买的布丁喔 我还是觉得不太甜了 所以呢我就都不用了 但是即便不用布丁喔 那你这就是嗯 250cc的鲜奶 然后好一点的鲜奶喔 然后加上四分之一颗的酪梨 加一点点蜂蜜 我儿子就会 我就让他自己放嘛 那个自己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然后自己启动 那个小的果汁机 我是用那种随身杯你知道吗 非常方便 直接压就杯子装进去 然后倒过来压在那个底座上面 小孩只要压下去他就开始搅 然后搅完之后呢他就开始喝 他每天都喝一到两杯 这个营养应该也还不错 就是非常好 优质蛋白质 因为酪梨也是优质蛋白质 鲜奶也是 那当然喔 因为那个实在是太简单了 如果你想要跟小孩 多花一点时间的话 我觉得做这个牛奶鸡蛋布丁 是一个蛮不错 我刚超认真的 把所有的步骤都写下来 我就想说这几天要是有空的话 要来跟呱呱一起这个合作一下喔 所以像学伟老师刚提供的 这个是牛奶鸡蛋布丁 那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们听个新闻回来喔 老师要继续跟我们聊 好油跟香料好不好 那么这两天其实状况蛮多的喔 昨天花莲好像有地震 对不对 台北应该是没有感觉 我至少我自己没有完全无感 还有最近的用电量 其实也是需要大家真的是稍微注意一下喔 因为这个昨天好像也有台电的机组有问题嘛 但后来好好好像没有听说有停电 那但是现在真的是像这两天这么热 喔那个雨啊就来一下下又没有来了 那就是会让人会比较担心一点 那大家一起努力吧真的是 不过我觉得很热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努力喔 好那我们就聊点开心的事情吃吃喝喝 原本吃吃喝是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这一两个礼拜或是未来的这一两个礼拜 已经变成了妈妈的梦魇 就是因为大家都只能在家里吃吃喝喝 所以妈妈很痛苦 今天我们在现场一同爱自己喔 我们请到的是有机美人生活家 上学文老师在线上跟我们聊聊 如何在家里面简单轻松跟孩子一起来 运用一些好的食材制作防疫的食品在家 欢迎向老师老师早 王好大家好 好老师我们刚刚讲到优质蛋白质喔 提醒了大家有一些简单的东西可以做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老师跟我们聊聊好油 因为老师很在意好油以及好的香料 我们先来聊油好了 那在家里面烹调的话 那像我们如果说这些这种各式 有没有哪些油可以推荐给大家 然后大家可以怎么样来应用 好 实际上我觉得油喔 对身体真的是有 也真的是绝对必要的一个营养素 那在这么多的油里面 大家其实现在都知道所谓的脂肪酸 那当然我们还是会以Omega 3好油为主 因为它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的慢性发炎 而且会让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的这个免疫细胞 不会过劳 那Omega 3的话 它的油品其实现在很多 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新鲜果油 印加果油对 印加果油新鲜果油 还有像紫苏紫油 亚麻仁紫油 对 都是非常好的油 那在食材的部分像鲑鱼啊 也有像一些深海鱼 还有像刚才红文讲到的酪梨 都是非常好的来源 那其实呢还有两个植物性的 一个就是海藻类 那还有像坚果 其实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出来海藻 像是我们的海带啊 或者是像这个那个叫做海苔片 因为它是紫菜 然后还有坚果 是因为这两样食材里面 它们也有很多的鎂 鎂哦 就是那个精致旁的鎂 现在一个美丽的鎂 对那个Magnesium 这个微量元素 我是很早就知道鎂的重要性 可是很多人其实不太知道 鎂的重要性 现在大家全部都在居家的状况下 非常非常需要鎂 因为美可以安定我们的情绪 那让我们的心情好 美在一般的食物当中 就是有什么特别可以摄取 就除了刚刚您说的紫菜海带 对不对 对 藻类 海藻类 坚果类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来源 太好了 我正在开我的坚果饮 这个是全 就是不加化学的那种东西 全天然的植物 用五种坚果去打的坚果饮 我每天也都会 我知道老师都会自己打 我都比较忙 所以我就是买那个 比较信得过的品牌 这样坚果饮 铜温你已经很 铜温已经很棒很棒了 谢谢老师 你知道我们现在很需要人家鼓励 你知道吗 我每次看你的脸书 我真的是佩服你 好 所以美很重要哦 因为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在美国 美国有蛮多就是在研究自然医学 或是天然饮食哦 他很早很早 大概十几年前 他就跟我说 美 因为我那时候还在新闻工作 非常非常的紧张跟焦虑哦 他那时候就还从美国寄了美给我 一定一定的 就是健康食品 可是台湾好像以前比较没有看到美的健康食品 对 其实像我们常常吃的那个cocoa 那个巧克力 对 可是现在比较浓度高的那个叫黑巧克力 就有哦 对有 然后像南瓜籽 然后刚刚我们讲的酪梨 对 还有鱼 还有一个就是香蕉 那这些呢 其实都有 同时都有非常好的油分 而且大部分都是好的Omega 3油 然后而且又都是含美量多的 那这些我就会很希望 还有一个像高丽菜 高丽菜也是 哦 可是现在高丽菜好贵哦 你有没有买 呃 我是之前买了泡菜 我去买 高丽菜的泡菜我也推荐 哎 现在一颗高丽菜85块90块耶 这算高价吧 便宜的时候很便宜啊 而且就是普通的 真的就是我们把高丽菜量产的时候 买下来做成泡菜 嗯 好聪明哦 这个真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美购的话 我们的情绪比较稳定 然后呢 我们的身体的这个 呃 整个内分泌都会比较好 所以像这个的话 都是一定要跟我们的好油 一起跟大家呃 推荐的 因为不管是发炎 或者是呃 慢性的发炎 或者是便秘 或者是失眠 嗯 好 甚至有的人呃 会觉得遇到压力 哎呀 我的 我的血血血血压好高 或者是心跳快 就是焦虑的状态 对 都是可以透过美 可以让我们来舒缓 那这些 从我们的天然食材里头 都是可以摄取到 哎 我说真的耶 我最近真的觉得我有焦虑耶 对啊 妈妈们真的都是太辛苦了 我上个礼拜三开始 会莫名的心计 哦 真的就是大概差不多从 每天大概从下午一两点之后 哦 就是大概弄完中午那一 就是呃 大概从下午三点开始就开始心计 然后一直到晚上都会有耶 那真的就是可能第一个像刚才呃 同文在一开始的时候说可能比如说水分摄取的不够 哦 对对对对有可能 哎 这也有关系哦 会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晚上到十点半还在low吧 那个时间时间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哦 所以大家 所以可能就是睡眠可能也不太够 睡眠我觉得是可能不够 然后也许品质没有那么好 嗯 就是很容易醒很浅眠 对 所以就是说像现在因为主要天气又热 那所以就很容易造成我们流很多汗 那流很多汗的同时也会让我们的心很累 嗯 因为呃 从中医的角度讲汗是新的汗为新之液 对 就新的液体嘛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同时要补充足够的水分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也不要流大汗 现在很难啊 我跟你讲大家都在家里根本流不出汗 呵呵 反而是汗没有流我都觉得不太好 但是所以就是在家里面要做点 微微的汗就好 对 做点运动 微微汗 那比如说像是呃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 刚刚我们讲到的几种油 比如说橄榄油啦 不不不我们刚刚讲印加果油啦 还有紫苏油啊还有像亚麻仁子油啊 这些大部分呃老师是建议直接用喝的还是说可以呃在料理里面使用 呃其实我真的是建议就是说因为其实要大家喝油 大家真的有的人会说喝不下去太腻 或者是怎么样我还是建议就是拌菜 因为像现在是夏天对不对 嗯 我们常常会吃到一些凉拌菜 对 或者是凉拌面 嗯 因为也比较清爽嘛 嗯 那所以呢我会建议就是说像我自己我举例子 譬如说我今天早上我吃一个一个那个贝果好 嗯 那我就会呃抹奶油吗 我就不一定会抹奶油 嗯 我可能我就会蘸呃这些油 对对对对对 哎我也是 我把它切成那个小块我就蘸油或者是包着鲑鱼 好 就是说我会一定是让我的油跟我的食材一起 甚至譬如说我们吃这个海带 嗯 或者是我凉拌的时候海带丝 或者是海带结 我凉拌的时候我也可以淋这些油 原则上我是鼓励大家跟着食材一起吃 那坚果饮虽然说它已经是坚果打的就已经有油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再淋一点点油 嗯 比较鼓励是这样 那还有如果说我们一样是吃热菜热饭的话 那我们的饭盛在碗里我们也可以撒一点芝麻 然后淋一点油拌一拌也特别的香 嗯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我很我自己很常很常用的这个这个粘料哦 我就是用印加果油 因为印加果油其实呃你直接喝的话 它其实是有一种很特殊的青草味 就像像老师讲的有些人他没有办法直接喝 我我已经我是还好啦可是我觉得但我觉得他有一个方法好很好吃耶就是像我们以前就是去比如说去吃这个意大利面的餐厅他有时候前面不是会上一些面包吗那他都会给你用油醋酱那都是橄榄油跟这个呃葡萄果就是葡萄醋或是成年醋哦这种酒醋这这个是呃很好吃也是大家一般都会吃的可是我后来有发现我用印加果油啊我加一般都会吃的可是我后来有发现我用印加果油啊 一点点蜂蜜加一点点就好了啊你加一点点蜂蜜哦你就会把那个呃你你可能比较不喜欢的那个特殊的青草味给盖过嗯然后我用面包来加印加果油加一点蜂蜜我跟你讲超好吃 真的超好吃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呃就是试试看因为刚刚老师就有跟大家说嘛你吃面包时候不见得要抹奶油你可以运用这些油那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吃过我觉得很好味口就是口味很好的一个方式 也提醒就是分享给大家哦好那呃除了好油之外老师也很喜欢运用香料入菜那在这个需要增强免疫力的时刻老师建议我们居家烹饪可以用什么样的香料呢呃好呃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呃香料对我自己个人的帮助很大因为其实呃上个礼拜有的时候还必须要去呃台北处理一些事情嗯那我自己就会特别注意我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的饮食就会有洋葱还有葱姜蒜对那其实我们多吃厨房里的葱姜蒜这些辛香料食材它不仅杀菌它还可以强化我们的免疫系统嗯嗯嗯那所以就是说我们我也会鼓励大家就是说把它变成是我们日常的呃饮食里面的必必要的嗯必要加的这些香料对 像我举例子譬如说我每天早上我一定会譬如说吃呃一个譬如说是贝果啊嗯它是米做的米的贝果那可是它没有太大的味道它只有淡淡的咸味那我自己会给我自己一碗汤嗯那这碗汤呢很好玩我是用葱姜蒜嗯 然后呢还有加白胡椒粉 葱姜蒜加白胡椒粉对然后呢我还会放一点点的黑糖嗯然后还有一点点的醋就是六样葱姜蒜白胡椒黑糖嗯这样子呢全部通通都一点点然后我用在像放在一个小锅子里就等于说是煮了一小碗汤嗯然后把它这样喝下去那为什么会是白胡椒白胡椒粉它特别的散寒哦 哦对味好白胡椒非常顾味像我们不是有一个很很补味的一个就是叫白胡椒猪肚吗嗯嗯嗯所以白胡椒它善味寒对于我们现在夏天最有帮助哎然后还有呢就是呃这个黑糖黑糖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管是糖蜜啊还有呃矿物质微量元素它也有美嗯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呃用天然食材来补充的 比较不会有说单一样的剂量过高的对对对嗯然后呢我们在喝的时候我调味你有没有发现我就没有放盐巴嗯我的调味呢就是用一点点的醋嗯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其实吃一些醋它是开胃的嗯 醋也是可以杀菌的嗯所以我早上呢我就会很简单的嗯我就等于就说其实就是把水煮开嗯然后葱姜蒜切成碎末就撒下去等于说水已经开了撒下去烫一下就好香了嗯撒上黑胡椒嗯然后一点点黑糖嗯 哇太棒了我们也请我们的山羽啊山羽虽然现在在家里上班啊但是呢他都会帮我们把那个食谱打出来啊等一下我们请山羽帮我们打一下好不好然后放在我们的YouTube的留言区给大家看看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简单每天早上如果来一晚的话对于免疫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帮助我们先休息一下带我回来再跟老师聊更多香料的运用哦好现在在线上的是有机美人生活家上学文向老师 老师跟我们提供了很多香料所运用的方法哦但是这么多种的香料葱姜蒜白胡椒醋等等的其实刚刚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们煮成一碗汤喝掉哦还有加一点黑糖那另外老师也很喜欢花椒对不对花椒哦我们之前说拿来泡水啦或者什么来喝的话其实都是增强免疫力的一种方法哦是呃因为呃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葱姜蒜里面其中还有一个姜 因为呃大家都知道嘛呃有一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对但是夏天呢这个时候因为呃很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脏里面其实是寒凉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呃这个吹冷气啊吃冰品冷饮所以就变成说适度的吃一些姜是好的所以我们呃如果说把姜跟我们刚刚讲的牛奶一起加在一起呢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 姜汁状奶嗯那因为这个姜汁状奶呢其实也是做成类似像布丁状而且也是非常简单只要妈妈带着孩子做个一次两次可能下一次孩子就可以自己做了嗯只要两样就是姜跟牛奶就可以了嗯所以这个是姜汁状奶很简单哦对那另外花椒的用法呢呃花椒呢其实就是说我们 呃呃我不晓得就是说大家有没有习惯就是吃凉面的时候嗯要加这个花椒油因为像我们家呃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冷气的时候我们夏天不是都要吃凉面啊嗯所有的这些都是凉的那但是那个妈妈老是担心说我们吃了这么多凉的怕会譬如说肠胃不舒服所以我妈妈在做所有的凉拌菜譬如凉拌小黄瓜 还有凉拌面的时候妈妈都会把这个花椒先用呃把花椒放在碗里嗯然后呢锅子上呢就烧一锅油就是把热油淋在这个花椒上嗯然后就会嗯嗯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就变成是花椒油了嗯那这个花椒油呢其实因为花椒是非常好善含去湿的嗯这个香料所以呢我们这个花椒 花椒油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准备好就是说不管像我们刚刚说我们吃的面嗯不管你是凉拌的面或者是凉拌的菜你都可以淋上去甚至我们刚刚讲凉拌海带丝啊各种的葱姜蒜都放进去了嗯但是你最后你还是可以再凉呃再加上这个一匙这个花椒油对身体是帮助很大的嗯像我之前有喝那个花椒茶我觉得可能是 哦可能是我放太多那个花椒粒我喝凉没有因为我对好麻哦然后我泡太少水了嗯我后来听他们说那个因为也是我的厂商好朋友送我的嘛他们是呃麻辣火锅店就是以花椒出名所以他们就做了那个花椒茶包在呃上个冬天就是今年过年前那时候比较冷的时候他们那个销路超好那他就是泡水结果我也不知道泡多少水我就一包那个花椒茶包 我看他那个花椒茶包就跟我们茶包一样啊用那个绿带装可是他里面就是都是花椒一颗一颗的花椒是对那我们其实去有一些呃麻辣火锅店啊比较呃不是一般的哦有比如说像我记得我去吃那个什么有一个是叫青花椒对不对是那个那个王品集团底下青花椒他们上你去那边他喝的茶就是泡那个青青花椒的茶给你喝嘛嗯然后呢我不知道泡多少水我那一包我就 我就给他只泡了大概一个保温杯大概300cc嗯就我喝两口我整个就塞起来你知道吗锁喉他就是很很很很很热嘛就是很麻就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要泡一小包就可以泡1000cc的水而且可以一直毁冲对所以就是呃大家在使用花椒的时候也是那个但好像也只有我这样我听他们说也没有没有听到有人说那个泡那么浓的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今天很谢谢向水文老师哦那么跟我们分享了好多不管是优质蛋白质简单在家里做的方法或者是运用好油好香料希望能够居家提升免疫力希望都能为大家在呃相对呃对于大人来说很忙碌对于小孩来说又嫌boring的防疫居家生活里面带来一点点不同的这个火花跟改变非常非常谢谢向水文老师 谢谢你大家都要平安健康哦